買了多少錢? 這裡買了大約港幣九千五元 放出去 放出去九千五元 買回來呢? 我想說二三千元吧 吃屎吧 Hello 神犬 要將玩具全部帶到日本 都可以的 但是沒有那麼多地方 所以有些都要國外 我家裡有些未打開的玩具 就先上網放了 要不放一放 原來已經很多了 有些什麼玩具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些玩具 就是我放出來的玩具 有很多都是以LEGO為主 因為我本身都很喜歡做LEGO 另外其他那些 有北斗之拳 把獸王的LEGO 龍珠系列我都很喜歡做 這裏就是北斗之拳的系列 我放上網就很便宜 因為我們趕著要放出去 我七個買出去 全部都是一塊水 然後這裏就是LEGO的街道 我現在打算放出去 這個還未放得出 裡面有五間屋組成的 另外這個就是我兒子 現在很喜歡的 就是旋風忍者 這個都很受歡迎 我放出去二千元 立即被人搶購了 另外就是LEGO那些車的系列 這個就是Mini Cooper 我也有儲開車的 這個還未組成的 所以就放出去 另外這個就是那間 剛才那條街 大屋街的系列 十周年紀念版 它比一般的大屋 再大一點 外面有個花園 那樣的 十周年版 放了 一千四百五十元 放出去 另外這一個 就當時在Chocolate 和龍珠合作 就出了一個黑色的午飯 好慘啊 排隊買的 現在就要國外 還要給遠家便宜 才買到出去 就五百元 這個放出去 另外這個 就在日本很流行 就抽那些卡 那一番像 那這裏就全套 因為它又剩下 都齊了 那我就不理那麼多了 一次過所有 幾多張我都要了 那其中這個呢 就特別一點 這個就是最後獎 來的 即是最後呢 抽到最後那張 沒有人抽的 尾獎那些 可以用這個來吸引你 最後要買的話 就會有這個獎品 那這個就是最後獎品 最後的 那這裏整套 放出去 一千六百五十元 那另外這個就是我儲的系列 SHF的龍珠系列 那大部分都齊 這樣製的了 有些特別版就沒辦法了 買不到 那些限定版 那放出來就這樣 這裏很喜歡 唉 真的不捨得了 真的 你看一下 如果你說不買 怎樣拿到過去日本呢 這裏運費 我想都至少四千元 這裏起碼幾個箱 買了多少錢 這裏買了大約港幣 九千五元 放出去 放出去九千五元 買回來呢 我想二三千元吧 吃屎 好 好 有 好 好 放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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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